NBA是一个巨人的世界,大家心目中的NBA球星都是人高马大,但是我们普通人与NBA球星相比到底有多么大的差距呢? 今天我们就来通过这些实拍的图片来体会一下吧,沙奎尔奥尼尔是NBA中的一位传奇中锋,奥尼尔身高2米16,体重最重时达到300多斤,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巨人,这位胡人小球迷拿着奥尼尔的鞋子,简直就是抱着一艘小船一样,金州勇士对球星凯文·杜兰特素有死神之称,杜兰特官方身高2米06, 但是从比赛中的身高对比中来看,杜兰特的身高最少要有2米11,这也是KD的必杀技之一,身高与他相同的人没他灵活,比他灵活的人没他高,拥有如此身高的杜兰特也是有一双大长脚, 这张图片中这双脚实在太长,怪不得杜兰特在比赛中鞋子经常掉,脚虽然长,但是太瘦了,小巨人姚明在NBA中也是一位非常高大的巨人,姚明身高2米26,姚明的脚在NBA中也是非常庞大的, 从这张图片中可以看出,这个脚印实在是太大了,身高2米26的姚明与女星陈乔恩合影,教主虽然身高1米65,在照相时还穿着高跟鞋,但是站在姚明身边瞬间就变成了小孩子, 勒布朗·詹姆斯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篮球智商都是NBA中一位顶级的球员,但是尽管詹姆斯拥有再多的技巧,遇到伦纳德这位大手怪,也是非常难受, 从这张图片中可以看到伦纳德比詹姆斯的手大出了这么多,脑补一下普通人与伦纳德的手掌差距吧, NBA第一场人波尔身高2米31,与身高矮小的球员站在一起毫无违和感, 波尔在水中游泳的照片更让人惊叹,你确定这不是一条长鱼,提起NBA中拥有天赋的球员, 那么我们势必会想到字母哥,字母哥的手长度达到了惊人的30.48厘米, 字母哥的跟腱长度更是夸张的涨,到了34.3厘米, 这一长度是是成年男子平均水平的两倍,拥有如此的天赋,再加上字母哥的努力训练, 以后的NBA必定会有他的一席之地,NBA猛龙对球星伊巴卡与克里夫兰骑士对球星JR史密斯除了身高臂展之外, 也有许多超越常人的地方,在上边这张图片中,你发现了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,